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把这一棵桃栗半水培的小阿费兰 改成重短种植芳华 我为什么要改成重短种植芳华呢 我感觉它长得不好 所以我就改正一下 因为以前我有两棵 那个传统的种植芳华我送给我婆婆 长得非常好 我今天去她家看一下 它长得很好 然后我这个桃栗半水培长得不好 这个坑好像快不行的时候 我赶快给它产救一下 我这个传统种植芳华跟以前一样 就是这种专门的 种植芳华的树皮 它其实有很多混合物 然后再加上盆土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 其实是没有到五十五十的 可能是百分之三十的树皮而已 我现在就把它种植一下 我刚刚呢把它那个倒出来 其实它长得 根长得是挺好的 只是呢这一棵呢我本来想给它摆掉 结果我发现这边好像有一个小芽 所以呢我只是把这些干掉的这个剪掉就好了 舍不得 看看我两三给它传统种植芳华一下 看看能不能长得比较好 完全是它长得太慢了 而且我另外一棵送给我婆婆 我自己只有这一棵 我想把它好好的培养 等到时候它真的长了很多的时候 在缝组再来试一下桃利拌水培 好这个传统的种植芳华已经成功了 我给它上面铺了点桃利比较好看一点 要不然那个土呢会灰灰的有点灰尘 有时候呢风大了它会灰起来 我会暂时给它放在房间里面 室内呀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